在美国纽约长岛的慈役志工举办了爱撒社区的茶会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参加 其中就包括了一对西班牙裔的母子 是单亲的妈妈带着脑性麻痹的儿子 也想要手心向下走入社区来关怀他人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与慈敬人结缘一年多 西班牙裔的葛洛丽娅和香菇为命的儿子 参加长岛志工举办的茶会 希望借此放松身心也多了解慈敬 资深在异乡求学的游子 更在几次参加慈心活动中 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 参加这次在茶会认识了很多朋友 大家像这样喝喝茶聊聊天 了解一下慈敬去年一些做的事情 包括今年以后未来做的事情 然后吃一些这些素食 我觉得很有家的感觉 不论是陪伴有病痛的身体 或是照顾漂浮的心情 纽约长岛慈敬志工 也在社区民众热情的回应中 深刻体会爱撒人间的重要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秦惠宜美国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